中週七棒球場 今天終止明星賽開打 而其中全壘打大賽 由八名選手是直接進行決賽 而這一次球場上 還有軍方斬戶巨伏國旗 領軍唱國歌 全場高歌熱血沸騰 而這一次在球場上 斬戶國旗的是 陸軍特戰指揮部的官兵 展開了20層30公尺的巨伏國旗 與三軍旗隊以挺拔的姿態 站在球場中央 開賽前是由中部戰區指揮官 率領八位在中共軍演期間 捍衛領軍領海 以及外島的第一線據點的官兵 帶著現場一萬六千位的觀眾 一起來高唱國歌 讓整個週七棒球場 充滿濃厚的愛國氣氛 從他們預演的畫面當中也可以看到 他們整齊畫一迅速確實的動作 看得出投入相當多的練習心血 我們拉開的同時有時候會起風 起風的時候國旗就會漂浮不定 這時候的拉力就會很大 所以我們的握力就會 就是比較大一點 那麼這一次特指部的發言人 也說到了完成漢光演習之後 他們就馬不停蹄的投入了 展戶國旗的任務當中 那麼今年中職明星賽 再度跟國軍合作 也帶出了這次主題是 捍衛主場的精神